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30号 星期一开示了 高开低走 这是最好的走势 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去看看全网 全网现在就是一个自媒体公开的时代 人人都有那种 怎么说呢 所有的人的水平都提高了 都知道见光死 都知道高开低走 对吧 那么OK 如果我是足利 我一直说换位思考 市场里面最好的就换位思考 我现在来个高开低走 你们就应该把整网都交出来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我从那个新的短信里面看出来 别人来问的 对吧 都来问要不要走 要不要走 要不要走 获利了结 有些已经走了 对吧 获利了结 高开低走嘛 对吧 完全OK嘛 3310点开 现在到现在是10点钟 对吧 3290点左右 高开低走30点 让你让你觉得都不行了 对吧 你看吧 会不会会不会如愿一张 再说我说中场性 好吧 然后呢 你这个换位思考也要 也要去与时俱进 你要去看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我可以说 现在来炒股的人 包括将来来炒股的人 80%甚至90%都看抖音 西瓜 头条 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 都懂 一些最基础的都懂 所以说现在你要换位思考 没有那么简单的换位思考 要高级一点 好吧 然后呢 我还是说说大方向 这个 怎么说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 一直我说的是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对吧 你们真正能做到的 有多少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你们 你们 比如说一个票 我不是说吗 现在大票涨 让大票涨了以后 小票再涨 对吧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如果我是一个小票主力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小票 我拉上去了 开始拉的时候 是要我出钱的 拉到后面 是我把货锅 划在上面 让别人来抢的 对吧 那别人为什么来抢呢 别人如果没有一个 踏空的理念 踏空的情绪在的话 他怎么会去抢 懂我意思吧 就好比一线 二线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的房价 没有 先涨个五倍 十倍 你二三线的城市涨 谁来接盘 对吧 这就好像以前 前两年 杭州 南京 后来一步 涨上来了 那为什么会追呢 那不就是因为 有北上广深的 涨价 例子在前面 三四线城市 为什么会追呢 有一二线城市的 涨价的例子在 对吧 这就是一个人性 那么同样的 我现在是一个小票的主力 对吧 我现在就看着 联通 中国铁线 叫什么 中国铁线是吧 低位的 中字头的那些票 现在在涨 我看他还能再涨一步 他能再涨一步的话 那我就OK了 我就小票可以发动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大票 有很多人踏空 那种心态在 我小票 发动的时候 是要我出钱的 但到了上面 我把这些票挂在上面 一定有人追 明白了吧 主力出货 他怕的是什么 他怕的是上面没人追 没人要他货 他不是砸 砸死永远砸不出去 主力永远砸不出去 我们散户的心态就是什么 我们散户的心态就是 看到这个价 我要抛 随时随地可以抛 我们散户的特点 就是看到这个价 我就能抛 为什么 因为我就死这三瓜两草 但主力不是 主力看到这个价没用 主力看到了涨停也没有用 知道吧 好吗 其他的 其他今天比较乱 还要说些什么 把零碎的一些都说掉吧 我说一个 就是我平时的一些小方法 你们有做笔记的习惯吗 做笔记的习惯 我以前是专门做笔记 我做了很多笔记 做笔记要记录的是什么 记录的并不是自己的大亏 记录 最要记录的是什么 最要记录的那些 是自己的 在容错率比较高的行情里面的 错误的行情 但是赚钱了 你听懂吗 我先说容错率 比如说现在 过年之前 元旦之后的这一段行情 是容错率很高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随便买一个票 你买错了 你知道自己买错了 你也很可能赚钱的 这种时间段 在整个A股时间段里面 一年里面可能就一两个月 甚至一个月 很短 但是这种时间段 容错率很高 这种时间段 你很有可能 你自己买错了票 但是赚钱了 这种时候的这个错误 一定要记下来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容错率会很低 你这个时候不记下来的话 你后面犯的错 会把你前面赚的 十几笔的钱都亏掉 懂我意思吧 相反的 你在容错率很低的情况下 你亏了一笔很大的钱 你印象是很深刻的 这种记不记也无所谓 能记最好 但最最要记的 就是容错率高的时候 那些 错误的操作 反而赚钱的操作 反而赚钱的这个交易 OK吧 多年的习惯告诉我 我现在也是的 错误的交易赚钱了 我一定会记下来 好吧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经验 你们吃了就知道了 其他还要说什么 其他还要说我们这个市场 其实是老大 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控制的 知道吗 从十几年前就可以了 你去看一下07年 我们说07年 07年你看一下中午时游 这个票为什么是2007年 我记得是2007年11月5号上市的 对吧 你去看一下 2007年10月5号的上市指数 他知道已经撑不住了 他完全知道后面会怎么走 他已经 我都能听到他们内部发出声音 你快上了 你再不上 大盘撑不住了 你看大盘在2007年国庆节之后 就很诡异的 连续的小阳线 很诡异的 这种诡异就是要崩盘的 你去看2015年也是的 最后都是很诡异的小阳线 包括最早的2001年也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完全没有到 还没开始 现在的总是阴线越多越好 越难看越好 这种高开低走的阴线越多越好 好吧 其他我真的没什么要说的 我想想我还有什么零碎的东西要说的 今天都说完了 好像没什么要说了吧 阻力 好吧 想起来再说吧 反正现在大的趋势 今天这个高开低走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最好的一个开盘结果 好吧 板块方面也是那样的 我说的很清楚 低位的 低价的 低市值的 这是后面会起来 你现在去买低位 大市值的 低价的 你可能下不了手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都上来了 对吧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 真的老老实实的买那些低位 低价 低市值的 然后呢 圆湖底上来的 不要那种一浪比一浪低 一浪比一浪低 一浪比一浪低 别去看 圆湖底 圆湖底撬上来一点 没关系 这种撬上来一点 后面就是爆发了 最快的那一段纠彩后面 不远处了 可能就是一两个星期 最快一两个月 好吧 其他不说说了 拜拜